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注册日期即将截止 台湾方面仍然没有收到邀请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邦表示 关于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 必须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 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和世界卫生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这个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天亲 没有谁比我们更关心他们的健康福祉 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的渠道 充分畅通 获取各种疫情防控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完全有效 民进党当局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的政治谎言 不攻自破 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 牺牲国际公共卫生利益 大搞政治操弄 其本质就是以意谋独 任何炒作世卫大会设台问题 在国际上坑蒙拐骗造势挑衅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不可从认识就在于头前测语的行程中 不可从于头前装与了 不可从心尽脱部 您在静岛省油 您在静岛省下 人在静岛省下